再来社长要给我们谈一谈这个人 一代武圣孙露堂 他真是百分百传奇人物 对 像你刚才讲到武圣两个字 通常在中国历史上讲武圣只有一个人 官公 官允长 但其实被称为武圣有两个 另外一个叫孙露堂 孙露堂他有一个外号 你知道多少人崇敬这个人 不管是他的对手 或者说他的朋友 一讲到他 你可以恨他 你可以骂他 你可以称赞他 但每一个人心目中都讲 三百年以来 不遇的一个武林爵士高手 一定是孙露堂 三百年来第一人 第一人 对 民国武林第一高手 而且他这个人跟你刚才讲了 跟习近平的老爸习仲昕 还有一点奄奄 怎么牵得上他这个人是 他是满清末年的人 他一直活到差不多一九三几年才过世 但问题他还有一个儿子 叫孙露堂 因为刚才讲孙露堂 他是太极孙氏太极的第一代掌门人 他儿子孙露堂是第二代掌门人 他这个孙露堂跟习近平的老爸 就有一段阴言 你看习近平这张照片很清楚 习近平他去行事的时候 如果像人家所谓打拳 他还做了一个姿势 他只是有板有眼 你看他这个架势 真的是有板有眼 那习近平他曾经也讲过一句话 他他一生有三爱 第一个文学 第二个足球 最爱最爱的其实武术 习近平好几次讲说他最喜欢武术 那为什么 因为他老爸就是一个武术高手 习仲昕 习仲昕你看他以前 这边是他的照片 这个习近平在旁边 习仲昕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九差不多中年时期 差不多在一九四七四八左右 他当时身体不适 他身体身子比较弱 而且晚上又睡不着 很容易疲倦 那有一次他碰到中国 那个所谓开国十大元帅 中共开国十大元帅 那个贺龙 贺龙就跟他讲说 你身子骨看起来又不好 为什么不打打拳呢 可以练身子 习仲昕说好啊 那你帮我介绍 就贺龙跟他讲 现在中南海的首长 都找上海的一个 太极前的一个高手 一个高手在教 但问题那个人住的地方 离你住的地方太远 那习仲昕就说那北京 北京有没有高手 他说有 爵士高手 跟他讲孙存周 你去找这个人 但问题这个人 他不收地址 很多人包括中共高层 以及很多人以前去找他 是要聘请他当什么武术 总教徒他一概不要 他宁愿自己两袖清风 在那边传自己的儿子孙子 后来习仲昕就真的去找孙存周 说你这个是第二代太极掌门人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学钱 那要带束修去拜师权益 孙存周一概不要 不收 对 不收 而且不收你知道 习仲昕去拜访他的时候 习仲昕当时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旁边还有警卫 你知道孙存周说不收地址 而且转头就走 习仲昕当时他旁边的警卫 这个人这么嚣张 这么没有礼貌 副总理跟你讲话 你转头就走 啪就冲上去了 结果习仲昕赶快把他警卫说 喊住你们不得无礼 不得无礼 但后来孙存周还是走了 走了又习仲昕当时 习仲昕的过程 习这个太极掌的过程 很感人 后来你知道他知道这个孙存周 每天早上会到一个公园里面 去打这个所谓孙世太极 那旁边很多人围观 一代宗司在那边打拳 很多人围观 围观 那有的人甚至在后面就跟着比划 跟着学 反正不是入门地址无所谓 你爱怎么学你去比吧 结果习仲昕就 真的也站在这个孙存周的后面 后面在那边比 他比一招他就跟着行 跟着一样画葫芦就对了 一比比多少 比了四年 四年 每天早上就去孙存周后面 孙存周右手怎么比 左手怎么比 腿怎么弄 他就跟着一招一招在那边比 人家也是名眼人 你跟了我四年在旁边 偷学四年 我被你决心感动了 对 所以孙存周后才觉得 这个习仲昕跟以前的高官不一样 有的高官来觉得累 觉得怎么样 三天赛晚两天打仪 他不是 他也学了四连队 所以孙存周后来就跟习仲昕讲 你刚才的这个手势哪边不对 那边不对 这边不对 开始指导了 对 甚至后来说你如果真的有心 你也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太好了 后来就真的收了习仲勋为弟子 这正式入门了 对 到这个地方 正式入门 就开始学 学成了练家子 对 所以习仲昕说他后来 他不是在1963的时候 1962 1962的时候被打成反党分子 反革命分子 结果后来被那个下放劳改16年 习仲昕曾经讲说我那个16年的苦 可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这样撑出来 撑过来 是因为我每天不忘孙老师的一种教诲 每天还是早上打太极 所以他甚至一直很硬朗 你看他后来升官到16年 劳改还活得非常非常硬朗 所以习仲昕又讲说 那个孙存周 真的是厉害的一个老师 太极潜的一个掌门人 但孙存周告诉习仲昕 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你以为我太极潜很厉害吗 我一点都不厉害 我不到一个高手的十分之一 就是他父亲孙露堂 孙露堂是他的十倍功力 对那孙露堂我刚才有稍微介绍 他是一代武圣 你要称得起武圣的中国只有两个 历史上只有两个武圣 而且他有很多外号 他有外号叫天下第一手 天下第一手 还有一个外号叫虎头绍宝 虎头绍宝 他有很多很多那种武学上外号 我先给各位看这张 这张你就可以印证 这张是民国武林五大高手的纪会 你看这边第二个 这个就是孙露堂 孙露堂 第一个也是很有名叫杨诚虎 杨氏太极的掌门人 那第三个你看这个叫刘柏川 刘柏川是当时也是武林的 武林的一代 当时武林的一代一代名人 那第四个这个是李锦霖 李锦霖有剑胜之称 剑术出神入化 刘柏川有一个外号 我简单讲江南第一神腿 那你知道他腿上功夫多厉害 那第五个这边就是那个杜新武 杜新武是那个有中华第一保镖之身 孙中山的保镖贴身世卫 而且是孙中山 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他是孙中山的那个总统府的那个 那个总教官 所以这张照片是民国的五大功夫高人 齐聚在这里 对 这个空间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看这个孙露堂 他当时在1902到1907 其实在清末的时候 他就已经串出名号 你看这个人孙露堂年轻的时候 其实好勇斗狠 他喜欢武术 但他会去跟人家踢馆 你看他在华北一代所有的武馆 总共有人讲六七百家 有人讲五六百家 我们就算五百家好了 都叫扎过就对了 五百家 武馆全部踢掉 没有拜 没有拜过 没拜过 他这么厉害 所以他的拳他学过太极拳 太极拳 学过行义拳 学过八卦拳 而且都是拜访民师 后来他觉得这些三个拳 拳路还不够他用 他去少林 武当 俄美 去了九年的时间 学拳 天下的拳法 武功 攻击大臣在他一个人 定于一尊 对 所以他后来到一九零 一九零七的时候 当时在那个光绪年代 有办那个所谓 清朝末年有办那个 所谓武林大会 武林大会 他上去挑战 武林大会办了五年 每一年不管几个高手上台 五年里面他没有敞过拜计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们讲说 他是三百年 难得一意的武学奇葩 那后来你知道到民国的时候 民国我们知道民国当时有一个 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 有一个习世昌当总统 习世昌总统聘请他当武术总教头 那聘请他的时候 刚好旁边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武术教练 当时日本的武术教练叫板元 板元说这整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孙怒堂其实还外向 因为他亲功也非常了得 叫孙猴子 这么小一个什么中华武协骗人了 结果这个板元说那这样 我来 你跟他 你要当武术教练 较量一下 较量一下 我日本罗素对你嘛 那这个板元他就拿一张毯子 铺在地上四方形的 然后两个他跟孙怒堂 并躺在这个地上 那这个对罗素有利 罗道有比较有利嘛 为什么 因为他有所谓罗道 一种叫十字锁的功夫 他只要一翻身 他用他的双腿 把这个孙怒堂的腰夹住 然后最主要是手 孙怒堂的手一只这样等于 被他用两只 被这个板元两只锁把他锁住了 锁住如果一般 你锁就要硬身断掉 结果他真的被锁住了 被锁住的时候 插去南非了吧 对 插去南非 而且板元就在旁边 说你败了 我如果一用力 你这只手就要废掉 废掉 那旁边 习治疗大总统 他们几个无数高手都在旁边看 还有日本还有几个罗道家 都在旁边看 高下立判了怎么办 对啊 被锁住完 那意思是说板元说我放你一码 你承认输了 我就不用力 我用力你手就要硬身断 废掉 对 孙怒堂讲了一句话说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不认输 结果不认输就要比高下 好啊 那板元就用力 啪 一折 结果你知道 板元当时大叫一声 整个被震开 说痛啊 为什么 因为孙怒堂用内力把他震开 他被锁住了 他处于下风 然后他马上就要被十字锁了 反而用内力去挣脱 对 把他整个震开 对 受伤 所以板元吓了一跳 怎么这是哪来的功夫 他不知道 所以后来你知道 板元之后后来其实还有他 五个所谓罗道高手 想那真的锁不住吗 我们来试试看 结果五个日本罗道高手 我就一起上来 孙怒堂说那干脆这样子啦 你也不要伤我 我也不要伤你 我躺在地上 你们一级五个 一级包压 你们压得住我的话 你们赢 压不住我的话你们输 这什么比赛啊 我两个人都压得你插刺南非了 对啊 而且人家都邪罗道了 结果你知道他就躺在地上 那日本里面五个里面有一个罪状了 他就皱到孙怒堂的那个肚子上面 一手就按着他的头 双手按头 就是一个 那其他有四个 四个每一个人就双手双脚 我锁你一只肘一只脚就好了 对啊 全部把他锁住了 双手双脚四个人 肚子跟头这边有一个人按住 那啥来的 孙怒堂说 OK 一 二 三 一出来 一 二 三 起 喊一声起 五个人全部震开 起立的那个起喔 对 所以他们五个都起了这样子 被他弹开 对 被整个弹开 所以大家吓到 原来中国有所谓的这种 所谓武林奇法 他确实有他的一些底子 那这是他 另外他还有一件事非常有名 在1914 有人以前一直讲说 中国的那种武学 武功 都是那种比招式 比漂亮的 他1914真的参加世界武术大会 世界搏击大会 自由搏击 自由搏击大会 这对手是国际的 对 已经不是在中国大陆上面的高手而已 对 他就一路打 全世界的高手如林 他一路打 打到冠亚金争夺赛 争夺赛当时另外一个对方是 俄罗斯的一个 俄罗斯大律师 叫彼得洛乌 对 彼得洛乌 彼得洛乌 一看他又这么小 说这个 透透了啦 这个 不要 你还是认得算 对 俄罗斯大会 俄罗斯大会 很狂 当时狂妄跟他讲说 那这样子 我让你十招 你看我这么小看不起我 我就先让你十招 所以这一场雷台赛 就是一个猴子尬北极熊的比赛 对 可以这么讲 那你知道 俄罗斯那个彼得洛乌 让我十招 气得要死 这个俄罗斯彼得洛乌 他以前曾经在这个街上表演的时候 把那个钢板 几公分厚的钢板 大概一公尺 可以用这样像这样扭转毛巾一样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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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钢板整个扭转过来 他们不是都还会拉飞机吗 是不是 大力士 是啊 结果孙怡长跟他比 还跟他说我让你十招 他说十招以内 你根本动不了我 你沾不了我的身 碰不到我 结果这个俄国大力士 彼得洛乌就一路打 一路前脚相向 没办法 他就沾不到他的一边衣服 后来孙怡长说 可以十招移过 一出所 啪打到这个 大力士的这些胸部这边 一打 大力士啪啪啪啪 踢了两丈多远 然后这边里面骨头碎掉 所以冠军他1914自由搏给的冠军 当时就是孙悟堂 所以他是真的有功夫的 他在很快是人口的一些 他当时练功是怎么练 他练功是把野兔 野兔 他跟野兔在旁边 野兔一放野兔开始跑 他在后面 对 他在后面追 他可以把野兔追到抓起来 野兔再放掉 野兔再跑 他在追 再追 再抓 再抓 抓到什么 抓到后来野兔太累了 攀在那边 对 他轻功这样练 另外他还有一个练法 是追火车 追火车他还不是用跑的 他用蹲的 他轻功能 追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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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火车